要把1200支寶特瓶 组合成半颗地球不容易 手就受伤了啦 很难的 慢慢绑 慢慢拉 手筒继续做 熬了一个多月 地球才打造完成 垃圾嘛 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寶特瓶 对不对 地球上充满污染 垃圾遍布 透过互动装置亲自体验 我们把它那次剪开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其实里面是有东西的 原本就是有这些小家小鱼 垃圾剪完后 萤幕画面也瞬间改变 变干净了 对变干净了 发烧的地球 温度很高的地球 对 那我们把寶特瓶剪完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变成绿色的 里面有回收就变成垃圾 有回收就是资源嘛 所以叫大家就一起来把环保做好 进来就有资质可以吸收 不需此行 大爱馆推环保特色多 刺激原件的九二一希望工程 和减灾希望工程校长也来参访 有一些启发 包括对我们环境的爱惜 还有一些我们制造的一些污染 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回学校 把这个资讯带给学生 充实环保知识落实在推广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大爱新闻黄子凌奥昂光辉 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待会参访